在本日定期会议程中 嫌疑员蔡明轩针对警察同仁装备问题 在会议中提出意见 蔡议员指出 虽然县府针对警察同仁都有配发装备 但在使用习惯上有些不同 因此有许多人都会自掏腰包购买 密入器或者是警棍等等 对此蔡议员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多加重视 针对我们第一天咨询我们警察单位的一个装备 我这边也想要拜托县长还有警察局长 针对我想要确认一下 我们警察身上配备的密入器 是不是没有标准配备 这是他们要自己购买的 可能你可以再确认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也了解到很多警察他们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也是要保护我们警察 他们执勤时候的安全 包括他的装备警棍 我也知道很多都是他们自己购买的 我们标准县府备也可能不是那么的好用 希望向年度可以发是合乎好用 不要为了发而发发 针对政治问题 贤议员叶仁创也在会中提出看法 叶议员表示 不论是什么政党都是竞争者不是敌人 希望大家能够良性竞争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不管是政治上的攻防 尤其选举到了 这难免 这就是人性嘛 但是我一直要强调说 不管台湾岛内的任何一个政党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是竞争者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我们国家威胁国家安全的人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大家一定要心知肚明 我还是要讲的重点是 我们都是竞争的对手 我们不是敌人 在本日定期会中 先缘蔡明轩 叶仁创 纷纷在会中提出许多的看法 并且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能够多加重视 紧速改善 以照付宪明 记者邱炳毅南投宪议会采访报道